拍電影, 很多劇情都跟火鍋的場景有關 為甚麼? 因為很奇怪 是否要氣氛? 第一, 毛巾洞吧 一說, 幸好你掃髮盒, 你不是掃火鍋 那場冷凱火鍋 火鍋, 第一, 拍電影某程度上 都是表現你自己地方的特色 火鍋又是這個人的特色 第二, 有不同階層的人在吃火鍋的文化 你拍攝低下層的, 他們就在吃火鍋 拍攝大家捲衣服就在吃火鍋 喝著啤酒很豪氣的那種 你有錢人的, 拍攝有錢人吃火鍋 原來那個又說吃紅蔥 又說吃甚麼… 包心似圖 包心似圖 也能表現出這種文化 還有一件事最重要的 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拍攝最怕拍攝吃飯 或者是在餐廳 我試過一次在西班牙 早上八點幾個小時開始拍攝 拍到下午五點鐘 都是在吃那塊牛排 而且… 來的時候你很想吃, 但你要說對白 你一直… 到想吃的時候五點多 那塊牛排已經不知道是甚麼 但剛才在那裡吃, 可以吃了 它又不同我們這種形式的吃 對, 但火鍋什麼時候拍下去 那裡是可以的 對… 對… 對嗎? 有道理 那你拍火鍋, 吃那個演員就不難過 火鍋店在香港非常流行 因為火鍋不單是一種美食 還是跟朋友聚會聯誼的活動 除了最常見的港式火鍋之外 還有不少外來傳入的特色火鍋 相繼興起 所以令火鍋店這門生意 生生不息, 越開越多 阿大宇哥, 你也開過餐廳 對, 那時剛好我跟Bobby 歐陽振華在拍攝 他又很喜歡吃 那個年代週… 你經常開過嗎? 是的 原來我發覺做飲食 不是說你有名字, 有一個名字 你開了就完成了, 要親力親為 其實那次我也不太好意思 你有沒有聽過分錢 也覺得不好意思 好 做就沒份做, 又不是經常回公司 但五半年分錢, 我一定會到的 你說這些是各自各的功能 你的責任就是明星, 你負責 對, 掛他 很恐怖的, 這樣應該分的 不是你, 大家怎麼會來 有時候我們做餐廳的時候 最主要是說, 你知道 藝人也要找個地方吃飯, 聚腳 因為有什麼事, 要回公司 要吃什麼就回公司 那個聚腳點就很重要 所以就順帶, 又維繫著大家的感情 順帶辦一間餐廳 做飲食就是真的力不動 你在這裡看著, 跟你沒有在這裡看著 有一個笑話是甚麼 藝人做生意是甚麼呢 那時候, 為何我會開的呢 我最初的時候, 我跟阿倫喝茶 他就說, 帶你去看看 我跟黃壯先生、劉堅哥哥 我們合奮合一間火鍋 我怎麼搞的 跟你們兩兄弟做生意都不提起我 現在還沒開的, 你就要合奮合一份 所以, 跟阿倫… 這樣就無緣無故就合奮了 我們倆開餐廳 當然是第一天就… 多藝人多得不得了 每個人都來支持 每個人都來支持 一會兒說了甚麼 我這餐廳也不如我 怎麼搞的 我們只能怎樣回答 就說, 這麼小的地方 我們也想嘗試一下 靠大家才找你 對呀, 遇到我了 結果, 我們開千千魚角 六十多個股東 六十多個股東? 六十多個股東 那時候插得很小 很少錢都是一份股東 我告訴大家一個笑話 其中一個股東給了錢 那時候就問, 開甚麼 我說, 我要開千, 摸摸摸摸 那麼, 到時候開張了 就給她一張貼 就說, 你請朋友吧 你朋友來吧 在伊利三八大廈四樓 我去過 對呀, 我就去過以前 那麼, 我們… 你知道, 我們是頑皮 天天如廣 那麼, 英文名叫甚麼 天天如廣 那當然是日常食物 是不是? 是不是日常食物? 但是我們做了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我們好玩就像機場一樣 機場的班機是一邊跳的 是班學班機 我們是海鮮駕 今天一班是多少錢 跟甚麼… 一邊跳 我們就叫做日常食物超級市場 是嗎? 日常食物超級市場 對呀 然後是如廣 好, 那就發展了 接著, 洪金寶就看了 喂, 你說開餐廳 原來開超級市場嗎? 開超級市場, 為甚麼可以在四樓? 就是說, 大家是不過問的 朋友只得一個信 交了錢, 做甚麼生意都不知道 那我就開張了 所以沒有那個讚賢 好像說分了, 也不知道為甚麼有分 不好意思,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餐廳有很多古粉制 很多人都配合去做餐廳 很多都是 但剛才那個心態就是 既然慢慢要去吃飯 找一間…自己可以下腳 叫其他人來吃飯 就說來我這兒, 甚麼都這樣 我們三個都做過飲食生意 當然很清楚開餐廳 最大的難題就是租金 到底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餐廳長久經營呢? 智偉就有一套獨特的見解 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做餐廳最好就是甚麼呢? 最好就是… 夾粉的時候, 大家有能力 舖子是賣的 最好, 哪怕你只配合首期 每個月供 供當是給租 如果你的餐廳做到十年、六年、八年 打個磨, 已經是賺到的 那算是甚麼? 算是交租金 但如果你的店鋪是分十年付款的 那你賺到一個餐廳 起碼也放回自己的代表 賺到一個餐廳, 餐廳會升值的 是嗎? 而且你不用被人加租 這很重要, 香港的生意 所以能夠有能力 最好是甚麼呢? 大家夾粉的時候 預算, 不如大家找個店鋪 是賣的, 首期打算 而且往往都是做到你最成熟的時候 那時候就因為租金的問題 他要結業 為甚麼呢? 我們那時候做壽司堡… 不良老闆, 現在幾好 做壽司堡的時候, 知道怎樣嗎? 就是這樣加了 加到怎樣呢? 後來我們2007年的股東就說 這樣加下去, 我們跟業主打工而已 那不好了, 賣掉它就算了 為甚麼呢? 收購我們的公司就大財團了 他自己有… 他拿到的店鋪是便宜的 那他就行了, 他就做到 我們再做下去做不行 真的, 所以志偉說得很對 不過這樣, 你如果這樣做生意 志偉, 他那個… 就是你夾粉的成本很大 是啊 是吧? 你不是那麼簡單 你買個店這麼簡單 所以你把生意變成兩件事 一, 就是你做那間餐廳 二, 就是做為物證酬施 這樣對事情的長久性更容易 所以說香港的飲食界其實都很辛苦 很辛苦 辛苦 譬如說今時今日, 他能夠站著腳 你說他經歷過多少事? 過去這三年 對, 尤其是這三年 這三年不用想了 這三年不用想了 你看看, 你看香港多少餐廳 有老字號的, 有比較新的字號 全部都要蓋起來, 是吧? 很辛苦 所以不要說贏還是輸 你今時今日, 你還在這裡 直至已經很難得 很難得的 很難得, 非常難得 哭得很辛苦, 是吧? 不過好, 我現在一天都乾了 開關, 搞定 我希望大家的食品、服務 那樣東西做得好 提醒一下 你最重要是說到那件事 希望業主大家可以共患難 現在共富貴, 是吧? 是 那時候, 你不肯減租 現在剛好一點就有生意 現在租 這件事最重要, 是吧? 大家希望諒解 大家才可以共存 真的, 香港的租金 真的令很多生意很難做 而且你加租 其實只是駕馭給食客 這個一定 對, 但是你轉給食客 食客有很多選擇, 是吧? 你貴, 我就去另一間 變成你又沒得足 是吧? 所以你是大業主 你要看出… 什麼? 你才是, 你是奸奸送市公司的董事 真是… 好, 謝謝… 謝謝… 馬先生, 你就好了 好, 跟智偉哥、大禹哥大喝大吃 我原本想請他們到家裡吃火鍋 不過覺得很煩 那就不要了, 外出吃就算了 不麻煩 其實只要你認住鐵路站 各樣東西都有, 很方便 逛街看電影吃飯 買鞋、買衣、買菜, 各樣都有 那倒是對的 香港的城市發展 其中一種模式就是 公共運輸導向營開發 即是以鐵路站為核心 再擴展出去 連繫商場、住宅和各種民生設施 發展成完善的社區 沒錯, 像我們一連八集的香港情一樣 讓每一位嘉賓分享 說說他們的經歷 還有他們對香港的感情 香港是一個值得我們大家驕傲的城市 不過來到最後一集, 有點捨不得 你不用擔心, 香港情永遠都在 還有我們繼續會和大家 分享香港的好故事 但是我們暫時就… 再見… 港鐵一直以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 建設了多個可持續發展社區 但港鐵的角色其實是集社區規劃 和交通道向營發展的設計於一身 例如日出康城以鐵路為中心 將車站連接住宅、商業、購物和消限的地方 去哪裡都是幾分鐘就到 我們都不處理一下 我們有一個人的動物 我們每天都參與 都不是無所在的 我ary Lavois 我們可以學習